大家好,又是我Redjack在Python羽貓的頻道 跟大家見面了 今天我們會討論List,Dec和Turple有什麼分別 我猜對初學者來說 聽到這三個Turple 可能大概知道是什麼 但究竟有什麼分別,什麼時候,怎樣用 有見及此,我們就錄了這段影片 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比較技術 首先,List很簡單 有次序可以用Index來找 除了Index,只剩下Value 第二,Dec就像電話簿一樣 像字典,次序不太重要 或是沒有分次序 但你可以用它的Key來找Value Turple的特色就是不可以直接改變 例如你把圖片變成RGB 我們是201就會說 就是以Turple的形式出現 但你要改Turple的時候 你要把它變成List 然後才可以去改它的Value 這個版本很重要 不過我已經說了這麼多 其實,我正在說什麼呢? 就好像一隻貓一樣 所以我們有些例子幫助大家去說 先看看List 如果你看看List那段影片 我們很喜歡用草莓蘋果橙的 List 就有一個Index 所以我們可以用這個Index 這個方法 譬如找Apple 看看它在哪個位置 這個Index等於 Pulse.Index Apple 接著印就找到1 因為是0開始 所以找到Apple的位置 接著我把Pulse和Color 放在一起的時候 Pulse這個List 我們就會做了一個List 這裡就會有兩個List 合在一起 好像拉鍊一樣 但是這個List 這個Variable 就不是String 不是字串 不是蘋果橙 而是蘋果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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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蘋果橙 就是蘋果橙 接著我們去到下面 List 你要加一個List 加一個你 就要有Pan 之前說過 但如果你想找一下 Fruits 這個List 裡面有Apple 可以選擇 If Apple include fruits 然後就可以看Yes 或No 就像我這裡 If 你可以找到出來 Dictionary 其實意思 你要知道 你定義的時候 你用一個大括號 即是找一個 找一個 找一個 然後 然後 你用 例如 草莓紅色 你可以用 它的 Key Strawberry 找回 你留意 Strawberry 和Red 但中間的 是沒有好 然後 一串 後面 就是 Dictionary 即是 找一個 Value 不過 你要留意 你不要當它有一個次序 找 如果你真的要當它有一個次序 像List 找回 紅色 或者 草莓 就要 下面 這個 我不詳細去解釋 因為 比較複雜 你基本上 把Dictionary 把它變成List 然後做 Index 其實是很無謂 很麻煩 因為 別人根本不是我們這樣做的 好了 Tuples Tuples 可以當時是紅色 蘋果 紅色 橙 橙 橙色 顏色是它的特徵 然後把它放在一起 就會變成List Tuples 既然它的特徵 所以不可以改 那 所以呢 為了讓大家 了解 如何使用 我已經說了很多理論的東西 我現在就展示了一個 我的Coding 其實這個Coding 在GitHub 可以下載 大家可以仔細去看 我們如何定義 究竟 定義List Dict 或Tuple 是怎樣做的 我這個 這個script 就是把所有不同的 款式 全部放出來 讓大家去看看 還有 後面呢 我選了 Type Fruits Type Fruits List 給大家看看 它的 屬性 或者 所謂的 Variable 是哪一款 最重要 就是 大家有這個概念 都是這樣 因為 大家知道 用得多 你就知道 你覺得用哪一款 會方便自己 還有 記住 在GitHub 上 你可以下載 今天我們講這個 的確定 因為 今天最重要 就是你要知道 這三款東西 是什麼 然後 你要去使用的時候 你用標點符號 給電腦知道 你正在使用哪些東西 因為很多時候 這幾個東西 你可以交錯了 沒有說誰一定 適合誰錯 看看你覺得 有沒有需要這樣 或者哪個方便 所以 今天就是這樣 大家當這個 這樣的影片 是一個 reference 這個 reference 有需要那些東西 用不斷去看 我自己 那時候也是這樣的 好了 今天時間差不多 再見 拜拜